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身工廠教練 Xavier 相信各位把每個肌肉都精雕細琢之後 應該或多或少會發現 這些精雕細琢的肌肉 好像不一定在打籃球 阿克爾夫球 揮棒 跑步的時候 好像能夠派得上用場 我的胸肌超大 可是我沒辦法像拳王阿里一樣 打出超重的拳擊 這是為什麼呢 原因非常簡單 當我們在做傳統的阻力訓練的時候 我們會把動作簡化 意思就是我們可以容易的 針對某一個部位去做訓練 來讓那個部位可以有更大的刺激 更容易被訓練到 但這個安全方面又有效的訓練 常常會因此把我們部位部位的肌肉局部 而且分開來去做運動 可是當我們要把它串連在一起的時候 身體會因為太久沒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忘記怎麼做啦 那我們設想一下那些職業運動員 好像沒有超級壯碩的肌肉 可是他們可以投出超級快的球 跑超級快 跳超級高 做出快的匪夷所思 而且非常流暢 非常協調的動作 其實靠的就是身體肌肉們的串連 那串連這些肌肉們的結地組織呢 當然包含肌肉附著在骨頭上面的肌腱 以及肌肉間互相連結的肌筋膜 有比較深層的 也有比較淺層的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到了這個化鈴為整呢 就是討論到我們的肌肉如何去串連 以及它串連起來的時候 是如何在我們身上產生協調的動作 我們的目標是要把在健身房做這些主力訓練 做這些力量訓練所獲得的力氣跟肌肉們 串連起來 好讓你在日常生活的時候可以協調動 因為我們看過了太多把自己練得很強壯 可是在某一些專項運動 或者是甚至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卻覺得緊繃卡住 手舉不高 腳動不快 所以今天我們會帶給它簡單的幾個動作 這我在化鈴為整裡面會帶給大家的動作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好我們接下來的動作呢 是用單手的臥推加上一個單邊的橋式 好那我們在做單手臥推加上單邊的橋式 如果我們站著做的時候呢 其實非常接近我們在做出拳的動作 OK 概念其實非常好理解 就是當我們一隻手往前推的時候 對側的腳會往前抬 這個時候前側的斜向的功能線 也就是LOS 或者是你可以稱為前功能線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視為螺旋線 都會斜向收縮 配合背側對面的後功能線 當我在右手往前的時候 左腳往前 我的右腳往後踩 右側的後側跟臀肌收緊 配合左側的背部同時收緊 所以我一樣是一側的前斜線 配上對側的後斜線 同時收縮 我的人才有辦法停在bench上 然後把人跟啞鈴同時推上來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有一側的前斜線 或是一側的後斜線 動作比別人快或是比別人慢 那就出現不穩定 人會轉 腰會過度的伸展 等下操作的時候呢 我個人就會建議 如果你的健身房的bench 可以調成像這個樣子 微微的往下傾斜 並且在邊緣是比較低的這種情況下 就把它調低一點點 原因是因為等一下我們在做臀橋的動作 我們踩起來的時候 然後人會有一個往頭頂的方向性 那這個斜斜的bench 剛好可以阻止我們人持續的往上滑 這個比較低的位置 也比較容易對應到大家 坐下來剛好是肩甲骨的下角 可以卡到這個墊子的邊緣 椅墊的邊緣 那如果你們健身房的這個bench 比較高一點的話呢 那建議腳可能要稍微墊個東西 譬如說踩個槓片或是緩充電之類的 好 等一下我們肩甲骨的下角 對到椅墊的邊緣 腳踩的要跟骨盆一樣寬 不要比肩膀還寬 要窄的而且指向正前方 跟你走路的寬度一樣就好了 好 緊接著我們就先把啞鈴 帶到其中一隻腳的上方 好 我現在示範是準備要右手推 我就把它放在右腳的上方 等一下我們雙腳踩起來之後 然後靠右腳把啞鈴送上去 送到天花板 好 起始的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讓兩邊的臀部一起收緊 單側的手支撐啞鈴 手跟地面垂直 小腿也跟地面垂直 對側的手往後收 把背部繃緊 讓左側的背部跟右側的臀部 同時找到張力之後 並且讓頭對到下方的這隻腳腳尖 OK 準備好 重心抓好之後 我們就把對側的腳抬起來 這樣我們就讓右手跟左腳同時往前伸 左邊的背部跟右邊的臀部同時往下收 等一下吸氣往下的時候 我們就讓它相反的動 結束的時候 雙腳踩穩雙手抓住 抱回胸口 放回大腿上 身體正面肌肉最有力量的串點是這個斜向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那種很高速很大力的行為 都是斜向產生的 包含頭直 揮臂 超派鐵拳 斜向的動作之所以可以產生那麼大的能量 就是因為結地組織的串連 以及關節動作的持續性 就是因為這個持續性的產生 所以讓我們會有類似邊甩的效果 換臉為整的動作裡面 其實就是會把它先全部一起動 讓它知道這一串都有張力 這一串可以一起的被縮短 或是一起的被拉長 然後它可以串連之後 我們在技術性上面 然後再做持續性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這個單臂的划船 配上一個弓箭布 也有人把這稱之為鳥狗划船 因為這動作跟鳥狗的發力的方式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接近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懶神的矛點 大概切到我們的斗宅 那我們先把它拖出來 假設我們等一下第一個選擇的是右手 我們就要讓左腳對到那個矛點 擺在同一條線上 當擺在同一條線上 身體轉正的時候呢 重心就容易擺在前腳 等一下我們先把手放出去 人挺直 懸空的這隻腳呢 就把它往後輕輕點 讓膝蓋接近地板 這個時候我右邊的背部拉長 配合左邊的臀部是拉長的 那我的負荷主要就會落在 現在左臀到右邊背部的這條後斜線 當它們一起縮短的時候 人就會站起來配合拉 好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動作應該會跟我們走路的時候 非常的接近 所以當我們右手拉 配合左腳踩的時候 對側的手跟腳就會自然地彈出來 它會自然地往前 甚至是不假思索的反射 來讓人可以穩定在原地 如果你在拉的時候發現 你拉起來的時候 對側的手跟腳完全沒有在動 那你會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等一下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在下面的時候 要先去找出 背部跟屁股拉長的感覺 踩加拉同時產生的時候 對側的手跟腳就會抬出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幾乎是手、膝蓋、腳、頭以及手 都會接近在同一條線上 好那你吸氣的時候呢 回到原位 膝蓋往下沉 吐氣的時候踩著拉 這個動作呢 在我這個極限動作裡面 算是非常適合拿來當作前側的暖身 提升整個後側的血涼性的一個動作 非常的棒 非常適合在下肢運動前面 一邊線做個兩組 然後簡單差不多六到十下 好那經過前面兩個動作呢 你就會發現我們身體前面這個前斜線 跟後面這個後斜線 他們幾乎是綁定一起處理的 好那前面有個動作是負重在前斜 另外一個動作是負重在後斜 等一下這個動作呢 雖然負重在後斜 但是我們同時會讓前斜線 也跟著有負荷 當作能量的釋放 好那我們會加入方向變化 所以它是轉體的 拉同時加上推 那在動作的選擇 應該說重量選擇上面呢 我們覺得是拉的比較重 推的比較輕 並且推的時候呢 是具備著一些速度的 等一下我們會先設定好兩邊的 矛點 拉的這邊會比較低 推的這邊稍微高一點 好並且使用這個小的龍門架 推的這邊配合一個比較長的把手 操作上來比較方便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推的把手呢 虎口繞過去 讓它可以穿過腋下 等一下可以穿個腋下這樣推 等一下我們這邊抓好之後呢 我們就往前走到前面的矛點 身體側面面對矛點 抓好這個把手之後 我們往外挪一步 好這個時候呢 因為旁邊這邊 這個重量是很重的 所以我很明顯人會被往這個方向拉 那我就會靠裡面這隻腳 也就是我現在的左腳來支撐幾乎 幾乎是全部的體重 跟這個負重 等一下我們先找結束位置 也就是我的腳踩到伸直 被收緊 同時讓對側的手 往前延伸出去 這是我們結束的位置 OK 所以這個時候會有後面的腳 一路踩到底 把骨盆往對側轉出去 並且讓推的手順勢延伸到底 好那最後踩到底的時候 後面這隻腳應該會有踩地板再扭的感覺 最後腳跟會稍微離開 等一下我們回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腳跟踩回去 骨盆轉回去 前方手收回去 手跟著放出去 OK 所以是踩 拉 推 同時產生 硬要說的話 它還是會有些微的順序差異 那這個順序性大概就會是 先從下肢開始 再從拉 再轉移到推 然後當它們可以串連在一起 下半身的力量可以轉到上半身 它就可以出去 所以我轉體的力量主要來自於下半身 我腳踩之後把骨盆轉到一側 我臀部收緊的時候對側的被收緊 A加B就會讓C彈出去 如果您今天的訓練目標真的就是以外型為主 甚至你是健美選手 想要站在健美的比賽舞台上的話 那我會建議今天的動作 我們可以把它擺在最前面當作暖身 或是把它擺在最後面當作靈活穩定跟協調性的提升 那它的強度都不需要太高 大概是中間偏低 操作大概兩到三組 六到十二下左右的強度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般族群 一般健身族群 就是你沒有特別的專項 沒有要去跟人家比特定的比賽 那我會建議像這樣的動作 大概可以在你總訓練的 四層到六層 然後強度就可以中間 甚至如果你熟悉的話可以稍微把它抓高一點點 反過來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有在玩特定運動 跟專項運動的話 那我建議全身性訓練的東西 你可能要站到五層甚至八層 為什麼?因為你在場上做的事情絕對不會是手腳分離 那我們大概就花兩層到三層的量 去做傳統的主力訓練 去強化肌肉 增長肌肉 增加肌力 把這些練起來的肌力串連起來去用 這些東西呢 你可以使用爆發力類型的訓練 比如說舉重衍生動作 也可以用我們今天化鈴為整的動作 都是OK的 你喜歡的運動項目是什麼 然後再根據你的需求 來去做調整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這個人有非常極端特殊的狀況 那可能不適合 因為化鈴為整多數的動作是需要站立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腳不方便站立 當然我們就需要另循方案 或者是我們找其他的功能去訓練來替代 這些動作呢 都建議先從輕的重量 慢的動作慢慢來操作 去感受去體會身體串起來的動作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常聽到人家說 活的肌肉死的肌肉 其實在我的心目中 並沒有真正死肌肉這回事 只是力量的傳遞如果做得不夠好 那就很難發揮出它應該會有的功能 我們希望我們練出來強壯而且好看的肌肉們 也可以在各式各樣的任務中 變得好用 這就是今天的主題 也就是化鈴為整 串聯身體的重要性 希望經過今天這樣簡單的講解呢 你可以把一些動作融入到你原本的生活訓練當中 強度不需要太大 你甚至可以把它視為是訓練的潤滑劑或是維他命 每天吃一點 強度不用多 身體自然而然慢慢變好 那更詳細的動作分類細項以及指導呢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台灣體制內運動發展協會的化鈴為整課程喔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化鈴為整 我們下次見 好啦不知道剛剛動作大家做起來是不是快要摸開了呢 特別的想像跌倒 強壯的二頭肌 漂亮的 好啦屁股不給大家看 差一點用拍對不對 那教官我們化鈴為整這個課程是適合誰呢 剛剛不是說適合所有人嗎 哈哈哈不好意思喔 我覺得沒有嗆你一點嗓喔 對